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不过许多小伙伴对那些千奇百怪的山岩大都见怪不怪了 但是这样如同滔天巨浪的波浪岩,大家见过吗? 位于西澳大利亚海顿市小镇东部的波浪岩,堪称大自然的奇迹之作 其外形就像狂风掀起的巨型波浪 波浪高约15米,长约110米,十分壮观 它的名字便是由此得来的 这里不仅是西澳大利亚州的著名地标 更是能够每年吸引20万游客的著名旅游圣地 波浪岩的表面由黑色、灰色、红色、土黄色等各色条纹组成 像极了雨后的彩虹 加之波浪般的造型,因而被当地部落赋予了图腾般神秘的色彩 他们相信这里的波浪是由彩虹蛇创作的 因为在土著文化中,蛇和彩虹联系在一起 是为了表明季节的循环以及水的循环 据说它是直到1963年才被一位名为约翰的摄影师发现的 此前一直被埋没在沙漠之中 有科学家推断,波浪岩是于25亿年前形成的 澳大利亚西部高原的底部拥有55万平方千米的花岗岩 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以及昼夜温差的变化 导致它的表面变得不再坚固 又经过数年锋利的侵蚀后,才最终成了如今的模样 可见大自然的力量是当真不可小觑的 不过在这里,岁月光阴也是有着巨大贡献的 对此小伙伴们有怎样的看法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,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